那麼碳交易又是什麼呢 現在美好的世界正面臨著氣候變遷的困境 冰山溶解 海平面上升 氣候變得極端 而且更難預測 這些都是溫室效應的直接後果 而我們必須停止這個惡性徒懷 西元1997年 全球大部分國家共同簽署了京都議定書 同意一起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並且由聯合國負責分配各國需要減碳的額度 有些國家對於減少碳排放量執行的很徹底 比限制的量排放出更少的二氧化碳 因此累積了不少的碳權 而有些國家雖然努力改善 卻無法達到減碳的標準 這時國家之間可以買賣碳權 所有的這些國家可以自由地買賣碳權 如此達到減碳的目的 又可以獲利 這就是所謂的碳交易 透過碳交易 我們的地球 也可以達到二氧化碳減量的總目標 愛地球 需要你我共同的努力